大家好,我是Renie,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作为刘杰老师之前的学员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经验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我是2016年在多大商科本科毕业的本科生 然后我感觉自己其实没有参加过加拿大本地的实习 所以我本来想找的金融财快方面的工作就比较费劲,比较吃力 所以我又上了约克大学研究生 然后去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之后 我依然是开始找工作 然后专业工作方面还是不是很顺利 然后每一份简历基本都是石沉大海 所以说就是当时真的是挺烦心的 然后后来我有一个机会 我就听说了维多利亚学院有一个木兰老师的这个面试简历讲座 然后我当时来听了之后 我确实说感觉受到了很多的启发什么的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面试机会 但是呢就是我想做的这个金融类的工作 这还是没有什么美务 所以我就当时我想可能是我确实应该再补充一下自己的 就再充充电再继续补充一下自己的这个这些方面的缺失 所以说我就看到了这个 又看到刘洁老师这个数据分析课的这个讲座的广告 然后我就来看看试试 然后听一堂 然后感觉看一看 然后其实我当初像在就是在座的大家 各位都是一样的 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准确的目标 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特别准确的头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就是头绪吧 然后呢但是我知道吧 这个增长这种应届 skills 就是这些数据分析啊 还是还是金融考证啊 这些都是肯定是有害有利无害的 所以说我就打算先放一放这个找工作 然后先进行一些学习 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刘洁老师的这个第一种 就是Excel VBA Access还有SQL的这三门入门课 然后正好当时是周六一整天 从早上学到晚上 然后所以我当时的基本上 从去年天前到冬天 我就是每周六来上 当时是可以来教师上课的 我是当时也其实也许有线上 但是我还是选择去每堂课都去教室里听 因为感觉跟老师面对面 其实感觉更好 而且老师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进行一些 别的问题的解答 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周六学习 然后周一到周五就在家学CFA 然后晚上的时候会复习周六 老师相课的那些内容啊什么的 我觉得老师这个课程设计其实很合理 我觉得我当时比较适合的其实就是这个第一种 这个比较算是数据分析入门的一门课吧 就是但是也是其实很 已经已经就是挺有用了 就是这个Excel先是 就是让你前几门课 这个Excel就是让你进入到一个中高阶的这个阶段 然后Access就是学习这个database的管理 然后而且还学习了这个非常实用的这个SQL 这个coding 所以我当时学到一半之后 我就已经感觉自己这个至少这个Excel的水平 就已经提高了特别特别多了 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吧 我就收到了这个多伦多一个集中财快公司 这个Founder Content的这个职位的面试 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幸运 我还就是也是跟刘洁老师讨论 刘洁老师也给我做了很多的这些指导啊帮助啊 然后然后面试的时候呢 其实对方HR除了问我一些 Accounting啊这个Finance这些 就是专业知识之外 还问了我其实挺多这个中高阶Excel的问题 然后我都回答的还算挺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有幸 我就拿到了他们的offer 然后我今年五月就正式入职了 然后这个工作非常好 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原因 耽误一些 就是他是招人啊还是上班啊都没有耽误 因为我当时就是去公司提了电脑提了那些Access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在家工作了 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家工作 其实真的是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份工作 我现在目前认为 所以说这个我日常每天需要做的挺多 其实就是跟数据分析 然后数据核对有关的这个工作 然后就是我在老师的课上学的一些macro啊VBA的知识 都让我在工作中感觉非常受益 非常至少我在用 因为我的工作没有说涉及到去设计那些 编写那些macroVBA 但是我有在使用 然后我在使用的时候就非常能明白它的 就是背后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觉得我使用的时候也是非常得心 有时候感觉不会说感觉一头雾水什么的 然后就确实是工作的时候 这个team leader也对我有这方面的背景感觉非常好 非常就是重视我我也觉得挺高兴的 所以说而且并且其实拿到这份工作 也真是多亏了刘老师的这个reference 我当时就是因为可以参加 我看到聊天里大家说 想知道这个职位的全程 叫Found Accountant 我看看我要不我就打 打在这个聊天上 然后就是给我做了一些reference 帮我做了一些面试的当之前做了面试的辅导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帮助 然后我在工作之后 刘老师还是给我就是非常关心我 就是经常来询问我就是怎么样什么的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刘老师 然后我感觉大家虽然说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个数据分析的工作 我现在找了这个工作 但是我觉得大家无论是想要像我一样这种金融财快背景 商科背景还是你是其他背景 你无论你是想走这种就是金融方面的 还是说数据分析方面这些职业道路 我觉得这门课的内容都会让你有一些增长一些知识 然后加强你的能力 因为这个是我感觉是这个这种是硬硬硬件 就是硬 skills不是说是soft skills 这是真的是就是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真的是用到这个东西 然后就会在你的以后的职业道路上就是当一块就是非常重要的垫脚 我觉得就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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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然后所以说而且我还就是体会到一点就是虽然我大家可能刚才听了我的学历其实挺丰富的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技术和能力经验在这边找工作的重要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今年吧这个疫情确实是打乱了挺多人的这个职业计划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难道不是就是正好是大家学习充电的这个好时机在家 然后还可以上网课这么多好的设施 然后刘洁老师还这么就是很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抓住好这个机会 然后最后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拨云坚持然后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谢谢 好 好